我没有遇到过比我厉害的人 你最喜欢的国内新生代rapper是谁 觉得Ason吧 Ason 有不乐 我是河泰 今天的社区rapper是站在西亚产业最顶端的男人 Guy Let's go Yo 盖哥 别来粘鞭和我喜欢在丛林里面抢肉吃 哪个更hiphop 都hiphop 都hiphop 我说实话 就是说我在丛林里面抢肉吃 是真的有激发我的野心 是吧 真的 我在自媒体我听到这首歌 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是真的 谢谢 超帅 潮天门这首歌在kdv里面嘛 被大家狂点 我太帅了 这句歌词就成为了暴梗 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很开心啊 我觉得作为一个rapper也好 一个艺人一个歌手也好 当你创作的东西 无论是大家的有没有理解到这个意思 但被大家传唱的时候 其实还是蛮开心的 我自己蛮开心的 因为在这个快餐 快餐的消费时代就是这样的 很多东西都碎片化 一碎片就过去了 对 其实潮天门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 我本来是专辑里面的歌的 我当时还觉得 其实说实话 我自己觉得 嗯 一般般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我自己还觉得一般般 我应该还要再完整一下 我歌词什么的 对对对对 但那个版本的歌词不是 我知道我知道 不是最早的那个版本 所以大家听起来 我觉得顶不顶这个事 呃 得看机遇巧合吧 对 带哥你觉得说唱歌手和嘻哈 艺术家的区别在哪里 嗯 说唱歌手和艺术家的区别在哪 我觉得每一个说唱歌手 都觉得自己是艺术家吧 我其实就想当一个平凡的人 就是有七群 有七情六欲的人 我觉得艺术家这个词不是说 你的作品有多好 嗯 或者说是你这个人的思想level有多高 我觉得不是单纯的一个这样的东西 它是综合的 呃我单纯的 你要是非觉得我自己的强项在哪里 我觉得我的我的live 对 现场的带带动跟情绪感染 我觉得我有点自吹自擂 就是我没有遇到过比我厉害的 确实 就实话就是我说我非常的非常的清楚的自己的这些点 对有的没的点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视频 就是评价盖哥那个烈火战马的串烧 我写的就是盖哥的现场价值千万 就那一首的 谢谢 谢谢 真的 你就一个人tun up整个场 今年在动拿下最受欢迎说上男歌手奖 那你能不能给同行一些建议 不不我别给我的同行建议了 你知道rapper都不会听别人建议的 对 你很会答吗 你会答有个必用啊 对 然后 但是说实话 就是我有在成都采访这些rapper吗 他们是真的很re-spend 是真的 感谢 就是你非要说要给什么建议 我觉得音乐上我觉得每个rapper都不用再接受别人的建议 你说非要说我年纪可能稍微大一点 我看到很多的年轻的rapper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了好多自己 有些时候和自己的年龄不符的一些财富 我觉得一定要珍惜 现在很多好玩的东西已经吸引不了我 你体验过了 我不知道 反正包括你看像玩ps 我家里什么机器都有 但是你不喜欢 就是你玩两两分钟 我老婆都知道两分钟你会觉得算了 ok 我就觉得他是假的 他是假的 他就搁不了我的任何的 你看我在微眼故事里写的 我真是发自内心的 你让我看书 看电影不行 我的生活太精彩了 就是这个点 微眼故事是不是一首能够回顾你传奇生涯的作品 我觉得更像是不叫传奇生涯吧 更像是回顾我跟大家都一样平凡的这半辈子 我觉得不叫传奇 我觉得依然到现在都不叫传奇 虽然我写了一首歌叫传奇 但我从来都觉得当你的生命还没结束那天 对你就谈不上那两张 ok 你最喜欢的国内新生代rapper是谁 新生代的话我们签的这个 Orizen Orizen 我觉得是这个 反而要说其他的 我觉得Ason Ason Ason 我自己觉得他是有 有东西的 他身上有股劲 就是我是来自这里的 嗯 我一定要让大家看到我是来自这里的 我把small town key 吻在左手 小镇他是我的过去也是我的所有 诶 你还记得他之前跟你说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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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没有人 哈哈哈 ok 酷了 很调皮啊 哈哈哈 很调皮 确实 所有rapper都住在同一个社区 下期你想看谁 Wear Wear 感谢乖哥 哈哈哈